大家好 欢迎大家观看由千锋教育推出的Swift语言 系列学习视频教程 在正式的进入Swift语言学习之前 我们先通过本节视频 简单的对Swift语言做一个介绍 Swift语言是由苹果公司 在今年的开发者大会上正式推出的 一经推出 就得到了全世界范围内的 苹果开发者的极大的关注 大家在关注的同时 又感觉到非常的震惊 一方面 Swift语言是在毫无征兆的前提下 突然发布了一款全新的编程语言 另一方面 大家在使用Swift语言一段时间之后 觉得这门语言确实如苹果公司标榜的那样 是一门非常现代的 功能非常强大的语言 但是 几乎所有人心中都会有这样一个疑问 那就是苹果公司 为什么在目前的主力开发语言 以及是Object C语言 如日中天的时候 突然发布了这样一款全新的编程语言 各种缘由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分析 Swift语言的背景和历史 来窥探苹果公司 它的真正的原因 说到Swift语言 我们不得不提 Swift语言的作者 也就是我们图上的这位帅小伙 叫做克里斯·拉特纳 克里斯·拉特纳 实际上在学生时代 已经是在编译系绩 享有剩余的一位技术专家 它当时主导参与了 开发的LLVM这样一个项目 而这个项目 恰好被苹果公司所采纳 苹果公司之所以采纳 这样LLVM这样一个项目 也是有原因的 苹果公司 实际上一直以来 对它的主力开发语言 以著Object C语言 做不断的改进和改造 但是我们知道 一个一款语言的改进改造的同时 必须也要有相应的编译器的 配套的改造 但是非常不幸的是 Object C语言 是属于C语言的家族 那么它的默认编译器是GCC 但是GCC是属于开源界的 而开源界的这边大佬 是不买苹果公司的账的 他们不愿意为苹果公司 对GCC编译器 做各种各样的优化和改进 所以苹果公司一怒之下 就找到了克里斯拉特纳的LIVM 将LIVM作为GC编译器的后端 注意这里只是将GC的后端 替换成LIVM 苹果公司当时还不敢 把所有的GC都替换掉 因为一 苹果公司并不是一家编译器 剩下编译器的公司 它没有这样一个基础实力 另一方面编译器确实非常的复杂 同时苹果公司将克里斯拉特纳 也招入了公司的账下 克里斯拉特纳一进入苹果公司 也是如意得水 一方面它持续改进它的LIVM 另一方面它招手启动 另外一个项目就是Clung Clung是我们编译器语言的前端 而这个LIVM是作为编译器的后端 那么有了前端也有了后端 那么一个完整的编译器就有了 那苹果公司它的目的很显然就是用来替代这个GC的编译器 当然这个替代工作也确实在去年得到了实现 在2013年 苹果推出的这个XC的默认的编译器本本 已经由GCC转换成自家公司生产的这个自家公司创造的LIVM 加Clung编译器 实际上早在2010年 这个克里斯拉特纳的这个 一直主导的这个Clung项目和这个LIVM项目又已经比较成熟了 那个时候苹果公司也意识到 既然我们有了自家的这样一个完整的这样一个编译器 那么也应该再去创造一门新的这个编程语言 因此在2010年的时候 实际上苹果公司就秘密的进行了这个Swift语言这个项目的这个开发工作 当时的这个是对于苹果公司来说 这个事情是非常绝密的 知道的人是少之就少 从事开发的人当时也只有一个 那就是我们说Swift的这个作者克里斯拉特纳 这个人是非常牛的一个人 当时这个Swift的语言 几乎是凭借他一人之力 做了一个前期的开发工作 当然这个一门语言 不仅仅是一门语言这么 一门语言的这个开发呢 不仅是以语言开发这么简单 还包括了编译器 以及这个针对这门语言的开发的一些大量的类裤 所以说这个工作不可能由这个克里斯拉特纳一个人来完成 后期呢也陆陆续续的进入一些其他的研发人员 当然在这些人员的这个努力下 经过四年的努力 也就是在2014年 苹果公司正式的推出了Swift语言 可见苹果公司的这个 他呢做事情是非常非常有规划的 但是Swift语言一经推出之后呢 这个我们可以窥探到 这个苹果公司呢 他的目的就在于建立一套属于苹果的完整的底层的开发工具链 从底层的编程语言到开发工具 开发环境完全是由苹果公司掌握的 不依赖于任何的第三方公司 所以说苹果公司呢 还是这个有非常的大的雄心壮志 来改变自己的软件生态环境的 说了这么多这个Swift语言的这个由来 那我们接下来来正式的看一下Swift语言 这个它有什么特点 我们来介绍一下Swift语言 当这个其他语言的开发者 看到Swift语言之后呢 估计都会有一种这个私生相似的感觉 实际上正如Swift语言的这个作者 克里斯所说的Swift语言 在它的这个构的过程中呢 实际上借鉴了很多其他语言的语法 它是真正的一款 极重价值所长的这样一款语言 除了这些之外呢 这个Swift语言 我们可能更多的是拿它跟Object-C语言 目前苹果的主流开发语言经对比 实际上Swift语言呢 比Object-C语言要复杂的多 它拥有和具备了OC很多的 这个所不具备的高级元的特性 比如说这个范形 比如说臂包 圆祖 加强版的结构体 美举 以及可选值等等 而这些呢 是这个Swift 比起OC来讲 这个所独有的东西 另外呢 这个Swift语言呢 被苹果公司标语为 是一个性能非常高的一个语言 那Swift语言呢 表面上看起来特别像一个脚本语言 但是实际上 它只是一个批着脚本语言 外衣的一个编译语言 因为所有的Swift代码 最后都将会被 这个它的编译器 编译成一个native code 以极高的效率运行 根据官方提供的这个数据呢 这个Object-C呢 比起这个Swift来讲 要慢不少 也就是说Swift语言 要比Object-C要快 但是这个官方提供的数据 是否有损分 我们不得而知 另外一点就是 不得不提Swift语言的一个 另外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征 就叫做Preground Preground呢 使得我们诚语言 跟代码进行交互 自由的交互交流 变形种可能 Preground呢 可以让我们 实时预览 咱们代码 这个执行的效果 也就是我们写几行代码 就可以看 这个代码运行的效果 这样我们在可以 大大的加快 我们在开发过程中的 编译啊 调试啊 等等这些 这个工作的效率 关于Preground呢 我们会在后期的课程中呢 会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这儿呢 我们就不再做过多的介绍 总之呢 Swift语言呢 比起这个Object-C语言来讲 它呢 功能更加的复杂 语法呢 也更加的复杂 它呢 是集很多 市面上现有的语言 所长的一个语言 也是我们目前这个星图上啊 最年轻的啊 最现代化的一个语言 应该是这个 也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语言 当然这个语言呢 也是非常安全啊 非常安全的 至于它的一些啊 重要的特征 我们会在后续的 Swift语言的这个语法的讲解中 会给大家予以介绍 好了 说了这么多 可能大家啊 已经迫不及待的想啊 学习这门语言了啊 接下来啊 我们介绍一下如何开始学习啊 Swift语言啊 首先第一步呢 学习任何语言 我们第一步都是应该是建立它的开发环境啊 而这个Swift语言呢 目前只是在 苹果提供的Xcode 6 β版本里边啊 才可以 只能在这个 Xcode 6这个版本下啊 才可以这个 编写Swift语言的代码啊 也就是说我们目前使用的Xcode 5 是可以的啊 不过大家可以去网上去下载这个版本啊 这是第一步建立开发环境 那么第二步呢 大家可以去网上去下载这个苹果啊 官方提供的 编程这个语言电子书啊 可以啊 一边看 一边学啊 当然这本书呢 可能目前已经被我们这个翻译成这个中文了 但是我还是不建议大家去看中文的数据啊 因为它 比起英文原著来讲呢 可能 在效果上还是要差一些啊 其次呢 大家也可以啊 参照我们本视频啊 一步步学习Swift语法啊 另外我要提一点的是啊 这门语言刚开始啊 出现的时候 大家呢 很多的这个成员员或者开发者呢 都这个觉得这门语言实际上是非常简单的啊 实际上我觉得如果大家只是看了两三个小时 就冒然的觉得这个语言非常的简单 我觉得有点太唐突了啊 实际上经过这些天对Swift语言的一个详细的认知和了解之后呢 我觉得啊Swift语言还是一门非常复杂的语言啊 当然啊 这个啊 比起Object C来讲 更是如此啊 我这儿呢 个人建议啊 那些没有任何编程经验啊 这是特质 就是说啊 没有任何编程基础啊 没有学过任何的编程语言的这个啊 初学者呢 不建议你上来就开始学习Swift语言啊 这原因呢 有两点啊 第一点啊 首先Swift语言啊 实际上是用来啊 我觉得是用来替代Opter C这个语言的 但是Swift语言要远比Opter C语言的复杂 它的语法也更为了复杂啊 另一方面呢 Swift语言呢 是一款非常新的语言啊 它集成了很多语言的优良的特征啊 但是如果你只是一个初学者 你在学习这么语言的时候 由于你没有其他语言的编程基础啊 或者你没有同事过其他语言编写代码 你是没办法去体会它的优势的啊 所以基于这些呢 我个人建议啊 这个初学者可以去先去学一些啊 比较通用的啊 基本的语言 比如C语言啊 Java语言 或者一些Java语言 然后再来学习啊 Swift 因为我们知道啊 实际上对于语言来讲的啊 它的语法啊 这个语法是不一样的 但是背后的 我们说对于编程的思想 编程思维啊 以及背后的一些概念 比如说面向对象的这样的概念啊 一些思想啊 都是相通的啊 大家如果一旦学会了一门语言的编程开发 学习另外一门语言呢 可能仅仅是在语法上 进行熟悉就可以了 因此呢 我觉得学习其他的语言啊 并不会耽误大家的时间 相反可能会起到一些事半功倍的作用 好了 最后呢 我再来这个给大家啊 说明一下我们本视频教程的一个特点啊 首先一呢 我们本视频教程呢 基本上忠于苹果的swift官方的教程 但是呢 又不完全相同 因为我们知道官方的语法呢 是一种迭代式的讲解啊 举个例子就是指啊 如果说我们在第二节课啊 讲到了一个语法 但是这个语法呢 在后续的章节中还会有所涉及 但是我们在 当我们学习后续章节的时候 可能我们已经把前面的这个语法啊 忘得差不多了 这时候你在学习这个语法的使用的时候 可能会效果会大胆折扣 因此呢啊 针对类似于这样很多的东西呢 我们会将这些语法啊 从始至终贯穿起来 形成一个专题啊 来给大家介绍啊 这是第二点啊 还有啊 我们这个本视频啊 对于这个其他编程语言 都有的一个基本的语法啊 将不会做啊 大量的篇幅性的介绍啊 以免让大家会觉得啊 比较啰嗦啊 举个例子来讲啊 就是指比如说 任何的语言都会有数据类型啊 比如说就会有运算符表达式啊 函数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概念 而这些概念呢 我们啊 不再在本视频中啊 花大量的时间啊 给大家来介绍啊 呃 第四点呢啊 我们这个本视频呢啊 对于ROS开发中 用到的一些重要的语法啊 会特别的强调啊 我们知道Swift的语言 毕竟是苹果啊 自家的语言 呃 这个语言呢 会针对它资深的ROS开发 或者OSX开发呢 啊 做一些呃 很多的这种策略上的优化 而这些语法呢 如果只是 从来没有做过ROS开发的话 啊 那么看到这些语法 可能嗯 仅仅是停留在这个表面啊 没办法了解它的实质啊 而啊 我们这个教程里边啊 会特别的 对这些这方面的语法啊 进行特出的啊 强调 呃 还有啊 这个 由于Swift的语言呢 实际上比OC要复杂啊 它拥有很多OC不具备的语法 而这些语法里边重要的语法啊 实际上是比OC的一个重要的补充和提高 而这一块呢 我们也会做一个重啊 重点的分析啊 和将检 呃 最后呢啊 我们希望我们这个视频呢啊 不仅仅只是停留在啊 浅层次语法的这样一个 呃 呃 层面啊 我们呃 希望更多的啊 呃 带领大家去探讨 这个语言背后的一些实现 呃 和理念啊 好了呃 本节视频啊 到呃到此就结束了啊 呃 谢谢大家的观看 啊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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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